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刘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好了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香煲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集回来讲讲民主派47人初选案 终于搞了这么久就正式开审了 我看到BBC相当可乎 还说到多数被告已经未审先筹有两年 我们看到这群人 尤其是不认罪那一群 哇 在法庭上有多大声 又说什么极权 又说那样 又说那样 我不认罪 尤其是猫哥 长猫那些 有多大声 我有什么罪了 我不认罪 即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我没有罪了 相当之癫 我们先说回来 对于这么漫长 有16个被告 就不认罪了 要对于他们90天的审讯 那这个开局究竟要是怎样呢 控方方面就相当之精彩了 先声夺人 厉害呀 今次 厉害呀 厉害呀 首先就把这个搞事的发起人戴耀廷 即是他的东西就算了 算了出来 那也是的 这个始作俑者 为什么他要发动这个初选呢 就要推动这个揽炒的议程 35家的意思就要取得 立法会的多数的控制权 还说明就要成为大杀伤力的宪政武器 哇 那就相当之夸张了 那我们今节我们的角度 假设自己是这16个不认罪的被告人 听到控方这样的开局的话 那究竟怎样去扭 怎样去打呢 真是挺有难度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长毛过来 为什么不认罪呢 不过你说他有骨气 硬正 这一件事先 你尊不尊重他呢 就另一回事了 那我们再说一说 这件事 究竟那个开局是怎样呢 控方一开始就说 戴耀廷和第二被告 金手指 欧乐轩 透过大量的文章 呼吁大家去支持初选 虽然当时 《国安法》已经是实施了 特区政府也曾经作出声明 但初选仍然在2020年的七进行 有超过60万人去投票 控方也提到一点 戴耀廷就在这个报章上刊登了这个文章 这个报章就是已经细去了的《苹果日报》 这个标题也相当夸张 我们稍后可以补充一点 就叫做 《立会夺半走向真普选重要一部大摇艇》 相当夸张 听起来也很厉害 讲述目标要得到立法会过半的议席 来得到立法会的主导权 也说会否决政府提出的任何东西 什么都否决 包括他们最核心 要否决财政预算案 甚至到最后令到行政长官都要辞职 中联办也曾经表明初选可能是违反国安法 控方也再简单地说到 2019年香港已经经历了严重的社会事件 出现了示威、暴力、破坏、BBQ、 集击他人就是他们所说的私了 也说希望法庭考虑到当时社会事件引发出的社会运务情况 其后政府已经暂停了这些草案 即是对于逃犯修正条例 也设备了修例 接着就正好 在法庭上活生生地播出一些片段 就看到戴耀廷出席记者会 当然有左有护法 例如欧乐軒 他们一定存在的 是 因为一起搞 那时候叫做吸光环 打算撑住这件事 对呀 黏住在一起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说到自己好像很差伟大 欧乐軒不是想做什么立法会员 也不是寄忘什么 只是希望搞好 这个初选到时就可以实现到我们的五大诉求 哇 说到几位伟大 是呀 不过他们那时候是帮着戴耀廷 是觉得飘飘然的 很明显的 他们帮着戴耀人物 一齐好像出秦一样 好像会为香港带来希望 给了很多一种这样的错觉人 对了 提到这个编段 还有戴耀廷就跟记者说 初选的核心的核心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 取得立法会过半耳术 就能够有大杀伤力的宪制武器 希望大家明白 取得立法会过半耳术 就能够有大杀伤力的宪制武器 这个宪制武器是反复反复再反复的 这样去提 你说得这么明显这么白 还不是要颠覆国家的政权 控方也说 被告的目的 包括要求政府回应双普选 例如警方对待示威者的问题 例如其他古灵精怪的什么差 一塌也有去 甚至是要求释放被捕的抗争者 追究什么警队 濫用武力 这样那样 当时以社会气氛来计算 听到这些仍然是很高兴的 今天已经不能够同日二语了 当然了 当时当然是高兴了 现在不是那回事了 你还说什么 已经输了 还觉得自己赢 还觉得自己有机会 没可能 当时觉得很高兴 现在就是很高兴 很高兴 挺有趣的 看见 控方也说 在初选落败的 15个被告 包含了 其中有6个人 其后就以 Plan B的身份 顶上去参选 另外也有9个人 就按照承诺 就不会参加真真正正的立法会选举 就会实践他们的村谋的计划 就是会继续帮忙 这就很好笑 播出了戴耀廷 有记者招待会 有活生生的片段 也有不同的文宣 刚才也说了 大量的文宣 你们这些一不认罪的被告人 即使很多资料 都可以让你知道 戴耀廷究竟初选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假设你是这16个 现在不认罪的人 听到其实都会脚软 要计就会的 但不知道 他们可能的胆子也挺大 应该 或者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 脚不脚软 这个他们才知道 是呀 有些可能以为 自己咬了一楼 要咬 就是呀 台影的意思 可以把这些不认罪 分为两类 一类就像长毛 小死都不会认 总之 你判我多重也好 判我多久也好 我都是不认 我觉得我这样做 是没错的 他明知道 可能是违法 但他觉得 我自己没错 那你就判我有罪 那你就判我坐牢 一类就会这样 另一类就可能会礼横折曲 可能会觉得 我不知道戴耀廷背后 有这么大招牢的 不就是了 怎会是这样子一 很难说的 他们这些人都大胆 我相信 看看有没有哪些 例如 羊雪盈 以为自己很漂亮的 你搞成这样的造型 叫他坐牢 不是吧 要去这个女子监狱 很惨 很大机会 他们都很大机会 很难说不坐 如果这样也能打得掉 那就变成了反而有一个希望 给到他们 会不会 又或者他觉得 自己能够捕倒式 例如像这个 杨雪盈 捕倒式不代表你没罪 他可能觉得 机会会大一点 可能的 官认为他的参与度 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就被他 保释 威胁性 就不是那么大 如果能够 遵守一些 保释的条件 就所以被他们 保释 另外一个最佳最佳最佳的人版 被他们看到 就是林景南亚布泰 他也是可以保释的 证明他的参与度 不是那么高 但你记住 他到最后 突然间 你都认罪 为什么 还要做金手指 所以整件事 就令到 最后 最后 都是 说自己 不认罪的人 就觉得很 哗然 为什么呢 那就会去 怀疑人生了 我们尝试 用回 这16个人的 想法去想 阿布泰 好像都十拿九稳 又不用去 还压 参与度 比较低 他都改为认罪 会不会 他自己 跟律师 谈到有些事情 就觉得自己 都很难 幸免 为什么不博一博 不试一试 阿布泰 可能又不好意思 问他 又怕找他 不到 或者 都不说 你听 是不是 如果 现在 加上 现在这16个 不认罪的被告 不单止 现在控方也提到 案中 有33个被告 就另外 以个人或者 政党的名义 就去签署了 这个叫做 默默无悔 坚定抗争 抗争派立场声明书 我都说了这一点 这一点是 这个书是死罪来的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证据 对不对 因此他们自己这个叫做声明书 现在本来就由书信的书 就变成了书赢的书 书赢的书 是呀 声明书 在书紧 书硬的 是呀 真是惨 真可憐 他们那时候就用这个叫做 落默无悔 来将那一堆 什么30年内民主派抗争 一事无成的那些 就去解开 就是说我们这些抗争派 就几有决心 就是要显示到这些 民主老鬼 就是他们那种的内约 协懦 就是不及我们这些 年轻的 落默无悔 坚定抗争 就是承诺要遵守这个初选的计划 来逼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 其实那时候那个叫五大诉求 还是很热的时候 就是有人在喊生喊死的时候 那时候挺振奋到他们的黄心 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说 当然是得淡笑 但是那时候他们很高兴的 我很记得的 那时候 有一种一声另下 就是千军万马的气势 很厉害的 那究竟是万马 还是不是马 还是怎样呢 就是会被人那种感觉 哇 用不用啊 或者呢 要不要 就是要这样戒开 两者不签就不行啊 就是黄之锋 签了就要在那里骂啊 又在那里单单打打 就是做一些阴阴湿湿的那些呢 那我们自己就心知肚明了 黄之锋的角度呢 我看黄之锋的角度 就是希望 每个人一起陪他一起坐 是吧 当然了 或者甚至乎想告诉别人 就是我们 和你们就不同的 不要以为初选又怎样怎样 或者他们又觉得 这个叫做落墨无悔 可以令到他们参选之后 那个胜算 就会提升 那这些呢 就叫做天尊专 这些这样的聪明了 聪明了 一定的 那我们说回这个大妖 他当时在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 就出了这一篇 刚才提到的 叫做《立会夺半走向真普选的重要一步》 那他简单来说 他的核心这篇 整篇都读完就读到明年了 他说 立会夺半若果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不是能够改变香港制度的本质 是令到立会 转变为一个守护 香港核心价值重要的堡垒 特区政府 灾难 就向立法会提出 例如修订逃犯条例的法律草案 我们也不需要 再去担心 23条 立法 所以 因为有他们 顶住 他们已经过半了 也不会是获得通过的了 对于这个假设 只可以说是假设 做不做到就是一件事 我相信 那时候 戴耀廷的想法就是 就算做不到也好 都能够成功收辱港共政权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他这一件事 叫包罗万有 就是告诉你 五大诉求 这就是一件事 但是 即使有我们 议会过半的话 就可以挡住任何东西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老调重弹 只不过 配合当时的社会气氛 就觉得 将五大诉求 释放政治犯 或者不要告他们 暴动定性 这些东西 全部都放下去 当自己好像 黄大仙 有求必应 总之 我们35家左右 就什么都可以了 历史会判你无罪 就很多东西都可以的 他说到这么大 就是最终 他吹得太厉害了 就是想自己 就好像做 垂念听政那些 就是做背后的太上皇 就是觉得 我可以呼风唤雨 甚至乎 议会过半 今次都可以被我吹得出来的 那他自己就说很多这些 就说 又说到时会有什么 很大的阻力 又说这样那样 又说什么财政权 就是立法会方面 最大的力量就是这方面的 亦都说政府要动用财政资源 就一定要得到立法会的审批 如果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 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们的35家 真揽炒十部曲 那个的性质就是希望这样 就是让人觉得那种做法可以 甚至乎特首都可以 让他们35家之后 踢走那样的 厉害吗 厉害呀 如果真的被他这个计划成功的话 其实就变相戴耀廷就成为了香港特首 所有事情都要过问过他 对不对 他可以控制整个泛民 当然 这是他幻想的 也没有成功实现 是 泛民听不听他说 你看到小事都看到了 一出了叫落墨无悔这件事 即使王之锋就说 你不要以为你这个35家 你这个戴耀廷这个 plan 就好像很劲 就是 再加上我王之锋 这个叫做落墨无悔这些事情 那才像池阳的嘛 就是 在他们这个黄圈里面 就再搞小圈子 这个一定会的 因为他们当成功拿到的东西的时候 就要大家要分饼 会立即分的 好像饿狗抢什么 那样抢的 不过很幸运他们 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都是得淡笑的 都是无可能的 最好笑的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 明知他们这个35家 都没有机会的 但他们还很认真 还以为自己真的得 已经在讨论如何去分饼 其实那时候 已经有很多消息 已经跟他们说过 警告过的 这些行为 是 没有可能 实现得到的 对吧 他们好像不觉得 中央的权威不存在 他们觉得 中央不关他事 你觉得中央不会动手吗 对吧 之前已经说了 他出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消息 就说 会用 紧急化 会用国安法之类的东西 会出台的 他们真的觉得 一定不会 全盘下注 进去 这一堂 什么35家的东西 里面 现在就输清光了 你晒冷 晒冷 就输了 现在是 是啊 现在第一天的开局 都相当精彩了 那我来着 我们再慢慢欣赏了 看一下 怎么样 现在最关注 就是 金手指 有些什么 写出来 这个就最 大家想知道了 正 我也很想 我们暂时来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